带儿子回国的那天,谢家太子爷订婚的消息传出,订婚对象是北城的安家大小街安和。 有八卦提及四年前,谢家太子爷发疯找人的事情,很快就被隐匿掉。 谁不知谢家太子爷四年前,为了找个女人把整个北城都掘地三尺了,这个安家大小街还真是不计较自己老公,有个白月光前任呀。 真搞不懂这些豪门想什么,闺蜜正在浏览八卦,看得津津有味。 你怎么知道,四年前她找的是白月光而不是仇家呢? 我不屑一顾道,收拾着衣架上的衣服,一会儿闺蜜还要穿着走秀,可不能耽误了。 毕竟这场时装秀,关乎着我的工作室能否更上一层楼。 闺蜜喝咖啡的动作一顿,愤愤不平道,当时那件事那么轰动,谁不知道太子爷是在找一个女人。 不过,男人都是善变的,也许过了这几年,她已经放下白月光,真的爱上这个安家大小街呢。 我拿衣服的动作一顿,轻轻叹了口气,也许吧。 毕竟当初,谢景霄只是养了一个王物而已。 按照谢家如今的地位,自然是不用牺牲太子爷的幸福去联姻。 一个曾经对婚姻那般抵触的人,如今能够订婚,一定是真爱了吧。 不提别人了,那些有钱人的事情,我们八卦一下就好。 闺蜜扔掉手中的咖啡,扫了一眼衣架上的衣服,表示十分满意,还是你的衣服最适合我。 可惜你之前总不愿意回国,怎么这一次愿意回来了? 当然是要给吞金兽赚学费啊。 你不知道小孩子开始上学,花费就如流水吗? 我胡周了几句,并没有多解释。 这些年,我像一只鸵鸟一直躲在国外,做独立设计师。 要不是因为有闺蜜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品牌做起来。 那就找宝宝的爸爸报销,他不能光播种不施肥啊。 对于宝宝,他也有抚养义务的。 闺蜜愤愤不平地说,我苦涩一笑,没有接话。 闺蜜不知道,那个播种的人,刚刚还在被他八卦。 原本这一次到北城,是因为闺蜜参加的这场走秀,在业内知名度很高,而且到场的还会有很多知名的设计师。 对于我的服装工作室来说,是一个打响品牌的好机会。 只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观众席看到谢景霄。 那个传说中的谢家太子爷,无比登队的两人坐在C位,安和饶有兴趣地看着绣场上的模特,偶尔低头侧脸,跟一旁的男人耳语。 不愧是刚刚官宣订婚的新人,亲密得很。 我压低了头上的渔夫帽,大概能够遮住自己的半张脸。 闺蜜是压轴出场,她身上那套礼服名为春寓意新生,通体的图案随着行走的步伐,在不同角度下,变换着不同色彩。 所有植物在灯光下,活灵活现,哪怕只是一个细小的花瓣,都是纯手工一针一线缝制而成。 这种技艺是请了有名的苏绣大师,根据闺蜜的形体设计制作而成。 闺蜜一出场,我就听到观众席传来惊叹声。 观众的反应是最真实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认可。 只是我没有想到,安和作为这一次大秀的特约嘉宾,会在结束前打断主持人,并且专门提及闺蜜。 我可以问问,你的设计师有到现场吗? 闺蜜受宠若惊,愣了一会儿,难掩脸上的激动之色。 当我看着闺蜜的目光在寻找躲在一边的我时,我又一次将自己的冒言压低。 闺蜜念出我名字的同时,观众席有一道如同利刃的眼神,直接刀向我,完了。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倒流,那种濒临死亡的窒息感,让我挪不动半点。 谢景霄坐在那里,食指交叉搭在腿部,一身黑色西装,剪裁得体,整个人冷峻又强势。 工作人员试图将我拉上台的时候,我撒腿跑了。 在京圈,谁人不知道谢家太子爷的手段,而我大概是唯一一个戏耍过他的人。 如今的我,都佩服自己当初是怎么有勇气,招惹上这样的人物。 要不是我成功跑掉四年,我可能已经尸骨无存。 七年前,还在上学的我,用二十万的价格,将自己卖给了谢景霄。 和谢景霄出见的那天,我拿着缴费担在医院不知所措,却看到了当时医院门口,正在举行捐赠仪式。 谢景霄给医院捐了一栋楼,我当着众人的面,跪在他面前。 求求你,救救我外婆,你是好人,我以后一定会感谢你的。 我看着对方吃笑出声,嘲笑着我的不自量力,他的保镖将我丢开。 当天晚上,我联系了之前介绍我兼职的学姐,跟着学姐一起到了某高档会所。 却不想,又一次遇到了谢景霄。 那天晚上,在场的都是京圈有名的玩咖,看我青涩的样子,欢笑声一片。 我壮着胆子,第二次跪到谢景霄面前。 他见过我最屈辱的时刻。 但是我赌赢了,他将我带回家,养在远郊的别墅里。 三年的时间里,谢景霄在外是金贵高冷的京圈大佬,在我面前也是清冷寡言,情绪起伏仅限于晚上。 其实谢景霄对我很好,当初外婆的治疗还有后来的葬礼,都是他一手帮忙操办的。 他到国外出差的时候,会给我带昂贵的颜料和画笔。 在别墅里的日子,我画了一张又一张他的人像画,打发着无聊的时光。 他有时候心血来潮,也会带着自己心爱的宠物出门,给我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包包,将那些他认为的女人喜欢的东西统统打包回家。 我有轻微的哮喘,闻不得烟味。 开始他会不悦地说我娇气,却还是偷偷戒了烟。 我出现的地方,他的朋友也都背下了禁烟令。 就是这些,让我常常有一种,我们之间不仅仅是金钱交易的错觉。 他对我很大方,也给足我自由,当我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甚至兴奋地跑到他出差的城市, 想要第一时间跟他分享这个喜悦。 我知道分寸,你就放心吧,谢家的孩子,不会让没名没分的人生的。 他背对着我,手里拿着手机,不知跟谁在通话,说出这么一句让我掉入冰窟的话。 我捏着韵简单,呆呆地站在他身后,大脑空白了几秒,我立即回过神来,转身逃开。 保镖疑惑地看着我,像小姐,您怎么出来了,是谢总不在吗? 他在忙,我觉得现在打扰他不太好,我们回去吧。 我求保镖不要告诉谢景潇我来过。 是我自己痴心妄想了,他怎么会让一个玩物生下他们谢家的孩子呢? 三年的相处,我竟然奢望他的心里会有我,我还妄想生下他的孩子。 是我忘记了这三年,他关于避孕这件事多么注意,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过也是一次意外。 两个月前,他参加一个酒会,却被有心人算计,被下药,保镖将我带到酒店的时候,他整个人意识都不太清醒了。 他不停叫着我的名字,恨不得将我揉进骨穴里。 第二天,他因为弄伤我,愧疚了很久。 正是他眼里的心疼,让我以为他的心中有我。 我倾抚着小妇,这里已经孕育着一个属于我和谢景潇的孩子,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只是谢景潇不要他。 我舍不得这个孩子,外婆走了以后,我成了一个人。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带着孩子离开这里。 我顾不得我们之前的契约,开始计划怎么离开谢景潇。 有句话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同里人也一样。 于是我铤而走险,联系了谢景潇的青梅竹马,也就是整个京城最想要嫁给谢景潇的女人,安和。 我在谢景潇身边这些年,安和恨我入骨,将我视为眼中钉,要想联系上他并不难。 你居然敢来找我,要不是谢景潇护着你,我早就将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大谢八块了。 我信,但是我需要你帮忙。 安和并不相信我,我凭什么要帮你? 我想离开谢景潇。 安和吃笑出声,看向我的目光更加鄙夷,毕竟这三年,他们圈子里的人虽然都看不起我,却也都知道谢景潇对我如何。 我跟安和说,我跟谢景潇只是交易,我厌倦了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 帮我离开谢景潇,我不会做你们的第三者,你放心,你们才是最般配的。 安和在我一声声夸赞他和谢景潇的甜言蜜语中,渐渐放下警惕。 没有人愿意去得罪谢景潇,但是安和可以,爱情可以冲婚人的理智,也可以让人铤而走险。 安和告诉我,在谢老太太生日那天,他会将谢景潇留住,给我争取时间。 他准备好车,直接将我送到码头。 那天晚上,我坐轮渡,到了大洋彼岸,一去就是四年。 谢景潇给我的卡,我不敢用。 好在安和还算有良心,给了我一笔钱,要求我永远不要再回来。 我求之不得,带着他给的钱到了国外,租了房子,重新拿起画笔学习设计,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日夜里,重新拿起外婆交给我的针线。 四年后,我刚刚回国不到二十四小时,参加闺蜜的走秀,就意外遇到了谢景潇。 当我跑到门口,见到那熟悉地绣着谢家标志的黑色西装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浑身的汗毛都树立起来。 我双腿抖了抖,想要再躲回去,却又被另外两个保镖挡住去路。 向小姐,我们先生有请,我不认识你们,我低着头,甚至不敢去看他们。 我们先生是谢家谢景潇,我不去,向小姐,游步的你。 完了,我浑身一凉,听着那熟悉的脚步声,正在一步步靠近。 他走到我身边,我下意识后退一步,想要离开,被他先伸手擒住。 那有力的大掌死死扣住我纤细的手腕,只要稍用力,就可以将骨头捏碎。 车子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谢景潇将我拽上车。 我们并排坐在后座,他那双漆黑的毛子,近距离盯着我,薄唇清起。 晚晚,玩够了吗? 我捏着拳头,感受着剧烈的心跳在胸腔翻腾,后背已经被汗侵蚀了一片。 谢景潇轻轻抬手,将我头上的帽子摘去,满条丝里为我整理头发。 每一个动作都无比轻柔,每一次触碰都让我浑身站立。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我闭上眼睛,不敢去看他。 我阿嬷自己没出息,都已经过去这么久,还是很怕他。 你瘦了? 我抖了抖,如临大敌。 谢景潇是个牙字必报的人,我当初跑了,现在他怎么会关心我呢? 这其中一定有诈。 就在我以为谢景潇这么兴师动众将我抓上车,是为了跟我好好算账,又或者是在将我关起来时,却没想到,他居然把我送回了酒店。 我看着面前的酒店,瞪大了眼睛,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你猜,猜你个大头鬼。 我阿嬷了一声,同时也庆幸孩子一落地就被闺蜜的妈妈接走了。 傲娇如他,要是让谢景潇知道我当初是带球跑的,他肯定不会让我见到明天的太阳。 欺骗他的代价,我承受不起。 我刚刚进入酒店大堂,就见到浩浩荡荡的一行人等候在酒店大堂,恭敬地向我问好。 其中,领头的人看起来有点面熟。 像小姐您好,我们是来给您做造型的,时间仓促,我们快上楼准备吧。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人架着换了一身装造。 闺蜜在我化妆的间隙冲了进来。 姐妹,我刚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是狠狠地将你又夸了一遍,现在追过来的记者实在太多了。 我皱眉,看着闺蜜身上还穿着今天走秀的衣服,只是外面裹了一件披肩。 原来是我突然跑掉,会常理许多人对这件作品的好奇问题,就转移到了闺蜜身上。 她的经纪人更是直接回应,说稍后会专门开一个记者会,让设计师和模特跟大家正式见面。 这就是为什么,要给我进行装造的原因。 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我甚至没有时间好好激动,就已经开始面对众多记者。 记者,向小姐,您的很多作品都是融入了中国风元素,并且大量使用了苏绣,是有专门学习过吗? 我订了定神回道,我的外婆是一名绣娘,但是我很遗憾,没有学习到她万分之一的记忆。 但是我希望,我们国家更多的飞夷能够被世人看见,也希望更多的传统手工艺人被知晓。 记者,向小姐,既然您如此喜欢中国风的元素,为什么会将工作室开在国外呢? 我愣了愣,双手纠结地扣在一起,深深吸一口气,对着提问的记者回答。 我希望中国风,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而不是仅限于自己的国家。 闺蜜不知何时起,一脸崇拜地看着我,她的身上还穿着我的作品,这一刻竟然有点小小的骄傲。 短短半小时的记者会,却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般漫长。 我不是公众人物,对于突发的一切还带着几分不真实,好在这一次回国,并没有白费,前期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这一刻,能够达成理想的成效。 我的品牌,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所有的一切发生太突然,我都没有时间去细想,这记者会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安排得如此合理? 记得我们的约定,以后谁飞黄腾达,都不能忘了姐妹。 闺蜜说完,就将我往前一推,我还未看清身边人的容貌,就已经感觉到周遭的气压在降低。 这该死又熟悉的压迫感。 你的事情忙完了,接下来,可以处理我们的事情了吧。 该来的总会来的,谢景霄这语气,可不像是要跟我商量。 我长叹一口气,将今天的所有猜了个大概。 这一次,谢景霄没有再放我回酒店,而是直接把我带回城郊的别墅。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场景,我有着恍若隔世之感。 曾经在这里住了三年,原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到这里。 而如今,这里的一切都维持着原来的样子,却以物是人非。 谢总,您是有未婚妻的人了,把我带回家不太合适吧。 这是你家? 对哦,当初谢景霄江这栋别墅,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了我。 我坐在车里,心情依旧忐忑。 谢总,我不想让您未来的妻子误会。 谢景霄皱着眉头,瞪了我一眼,又无奈一笑,随即伸出手,将我直接拉下车。 只有你。 我重心不稳,靠在她身上。 她的话,我听得不太真切,疑惑地望着她。 没有未婚妻,只有你。 她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 什么叫做没有未婚妻,她跟安和订婚的消息都昭告全世界了。 总不能告诉我,那是她故意放出来的消息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会回来吗? 我心虚地看着斜肩。 谢景霄没有给我继续解释,直接带着我往里面走去。 谢景霄,你不会让我住这里吧? 我还要回酒店呢。 酒店不安全,这里什么都有。 可是没有我儿子呀。 我跟儿子约好了,每天晚上都要视频的。 可是谢景霄那不容置疑的眼神,让我后背发凉。 谢景霄这人,最讨厌别人反抗他,尤其是我。 我现在住这里不合适。 我又不是要对你做什么,你慌什么。 谢景霄突然地礼貌,倒是让我有些不自在。 我宁愿他像以前一样,霸道专制点。 而不是现在这样,温柔地看着我。 今晚辛苦了,好好休息。 我坐在曾经熟悉的房间里,依旧觉得不真切。 谢景霄没有再多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就这么帮我关上房门,走了。 还不去洗澡,等着我帮你。 过了好一会儿,谢景霄端着杯牛奶进来,见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威胁道。 我后背一僵,警惕地看着他。 他放下杯子,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赶紧洗漱,休息吧,我还要开会,不用等我。 他是在跟我交代。 我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强烈地痛感告诉我,这不是幻觉,但是谢景霄很有可能被夺赦了。 他什么时候这么贴心过? 我实在不习惯他这样,睁眼盯着天花板,明明这里的环境很熟悉,却给不了我一点安全感,以至于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被吓到弹起。 看着来电提醒,我不放心地跑去卫生间,忐忑不安接起电话。 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你是不是去找爸爸了? 妈妈有工作忙,明天我让干妈带你去玩好不好。 那你呢? 宝贝,听话,我答应你,回去以后一定好好陪你,向晚。 我话音未落,卫生间的门就被人重力拍打,谢景霄的声音吓得我赶紧挂了电话,快速删除通话记录。 向晚,再不开门我,谢景霄原本要拍门的那一巴掌差点打到我身上,我后怕极了。 谢总不是在开会吗? 算了,懒得装了。 还未反应过来,我就已经被他压到墙上。 那充满压迫与抱负的吻,火急火燎的落下,他眼里的惊涛骇浪似有万般怒火在汹涌。 就在我喘不过来气的时候,那凌乱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带着几分不确定的试探。 似有似无,轻轻地吻着我,我不敢确信此时谢景霄给我的感觉。 我睁着眼眸,竟然在他的眼中看出了受伤与委屈。 这一刻,心脏的位置轻轻颤了一下,我没有忍住,下意识抓紧他的胳膊。 你刚刚在叫哪个野男人宝贝? 谢景霄声音里的愤怒,让人害怕。 一双眼眸里,气脑又委屈。 眼尾微红,望着我的时候,目光湿漉漉的,我承认这一刻我心软了。 可是他有什么资格质问我呢? 他自己不也是跟安和暧昧,还一起去看秀。 我点起脚尖,我的吻落在他的锁骨上那一瞬间,原本搭在我腰上的手臂,力道猛地收紧。 耳边是他沉重地呼吸。 我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稍用力,咬了下去,这一刻,我承认我是带着几分报复他的意思。 我用漂亮的眼眸,带着笑意看着他。 谢景霄,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个印子,要怎么跟你未婚妻交代吧? 他眉头明显皱起,面色冷下去,还要我怎么解释,都说了,我跟安和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那是什么关系?我知道自己这个角度看他的时候,最容易让他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场景。 刚刚我的电话,也不知道被他听去多少,居然能够让他吃醋,吃醋也好,总不能暴露儿子的存在吧。 但是我转移话题的意图,已经被他识破。 你先交代,刚才是在跟哪个野男人打电话? 我跟他,可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我学着他的语调说话,他用力掐着我的腰,将我整个人往上一提,压抑着情绪,紧紧敏唇,跟我对视着。 要是让我知道,你敢有别的男人,我一定弄死他。 我清楚看着他因为生气。 胸膛用力地起伏着他这生气的模样,让我更加看不懂了。 毕竟当初,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 要是让他知道,自己想弄死的是他亲生儿子,一定很精彩。 可惜了,这辈子,我都不会让谢景霄知道小宝的存在。 这一夜,注定是难眠的。 窗外的夜色很宁静,在这郊外,可以清楚地看到月亮的皎洁。 当初我就很喜欢这个房子,尤其是主卧这里有一面大大的落地窗。 只是,如今已经物是人非,我在没有当初那样坦然的心情,可以心安理得住在这里。 我还有个瞒着谢景霄的儿子要照顾。 明天必须要想想,要怎么跟谢景霄谈谈。 我正思绪混乱到时候,忽然身侧的位置凹陷下去,谢景霄凑了过来,周身带着刚刚沐浴过后的潮湿与香味。 在想什么? 我瞬间警铃大作,想要往后躲,他却先一步预判了我的动作,将我捞到怀里。 像是曾经无数的夜里,我躺在他怀里那样。 我闭上眼睛,呼吸里都透露着紧张。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睡吧,我不动你。 说完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 怎么,有点失望? 我听着他嬉笑,自尊心受挫。 睡觉不要说话,警告他后,我脸颊更烫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刚回国,就会跟谢景霄躺在一张床上睡觉。 我原本还想要挣扎一下,但是谢景霄非说他失眠。 我却一夜未眠,而失眠的人很快就进入梦乡。 早上趁着谢景霄还没有睡醒,我赶紧玛丽起床,到了门口,见到守着的保镖,脚步一顿。 心中暗骂谢景霄变态。 像小姐,是要出门吗? 是给您安排车,还是安排司机? 好像骂早了。 谢景霄居然没有让他们拦着我。 我要了辆车,马里开到酒店,换了衣服以后,偷偷从后门逃跑。 毕竟依我对谢景霄的了解,他很有可能派人跟踪我。 然而,我还是低估了他。 等我转了好几趟地铁到闺蜜家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了我此时最不想见到的人。 谢景霄站在小区门口,就在这时,一个小足球砸到他的脚边,弄脏了他那一看就很贵的裤子。 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一个熟悉的小身影朝着谢景霄跑来。 看着一大衣小童衣模子里刻出来的脸,我躲起来紧张地看着他们。 叔叔对不起,可以把我的球给我吗? 谢景霄打亮着眼前的孩子,小宝抱着他的膝盖撒娇。 我真的是不小心的,对不起,你不要让我赔钱呀。 叔叔,我没有爸爸,妈妈一个人挣钱很辛苦的,我们家没有钱赔。 谢景霄蹲下身子,将自己的大腿从小宝的手中解救出来。 一大一小,四目相对间,有瞬间的愣神。 叔叔,你长得真好看,我不要求了,你可以当我爸爸吗? 我几乎就要冲出去,这个小屁孩,认爸爸怎么可以这么随便。 就在我担心谢景霄会生气的时候,他却认真打亮起孩子的脸,思索着看了眼小区里面的环境。 爸爸,我妈妈也很漂亮,追我老妈的人都排到法国巴黎了,你任我做儿子,我让你插队排第一。 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还在鸡里呱啦说不停。 那你回家,跟你妈妈商量一下,她要是同意的话,就让她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呀好呀,她一定会很高兴,我找了个帅爸爸的。 我现在很不高兴。 就在这时候,闺蜜的妈妈终于跟过来,将小宝带走。 看着小宝远去的身影,我那颗悬着的心,才得以喘息。 爷,人没有找到。 我躲在草丛里,听着谢景霄手下的人汇报的内容,怎么有点像是在说我。 那就抓她闺蜜来问问,人藏去哪里了。 听着谢景霄的命令,我呼吸一致,赶紧跳出来。 我在这。 我们之间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连累闺蜜。 谢景霄这个人心狠手辣,她手下的人没轻重,万一闺蜜被我连累了,我怎么对得起她妈妈。 晚晚,下次出门,记得带手机,别让我找不到。 谢景霄没有想象中愤怒,她平静的目光让我觉得她就是故意那么说,刺激我出来,这只老狐狸。 我不情不愿接过手机,视线中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小身影。 妈妈,原本已经走掉的儿子,看到我的时候,撒欢朝我冲过来。 一时间,我僵硬在原地,要知道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情况,我恨不得马上找到地缝钻进去。 我立马将孩子护在怀里,这一刻,我的内心是恐惧的,我清晰地记得,当初谢景霄是多么不愿意让我这种没名没分的人生孩子。 妈妈,我没办法呼吸了。 小宝将我推开了些,目光看向谢景霄时,带着兴奋。 妈妈,我刚刚找到一个爸爸,你看看,是不是很帅? 我几乎不敢抬头去看谢景霄现在的表情。 帅爸爸,这就是我妈妈,是不是很漂亮? 我都说了,你不会亏本的。 我扯了扯小宝的手,想让他闭嘴,但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懂得大人之间的恩怨呢? 我说这个孩子是我捡来的,你信吗? 谢景霄一手将我拉起来,一手抱起小宝,一脸慈爱地打量着孩子。 就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他才说,信。 我不在这几年,谢景霄的脑子坏掉了。 他抱着孩子,朝着车里走去,我跟着他。 其实孩子就是你昨晚才骂过的那个野男人的,我跟孩子的爸爸感情很好。 嗯,我知道。 知道什么? 为什么看谢景霄的样子,还挺高兴? 谢景霄抱着孩子刚刚坐到后座,保镖就从后备箱,拿了一个儿童玩具。 这怎么看都像是有备而来。 谢景霄,孩子是我跟别人生的,你放我们走吧,要是让人看到你跟我们孤儿寡母有瓜葛,别人怎么看你? 我算贴心了吧? 我跟小宝已经达成交易,现在我是孩子的爸爸,你是孩子的妈妈,其他的人都不重要。 是不是儿子? 是的,爸爸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变形金刚? 你的一切爸爸都知道。 这不过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怎么就开始上演父慈自孝的画面了? 我看着小宝跟谢景霄亲昵的样子,觉得很委屈,明明是我怀胎十月,拼死生下的孩子,怎么跟谢景霄这么亲? 难道这就是血缘? 无论我说什么,谢景霄都无所谓,只是专注地跟着小宝互动。 他们父子俩一路地欢声笑语,我无心参与。 车子一路行驶,到了一处景区。 我看着眼前古香古色的院落,莫名有种熟悉感。 小时候,我跟着外婆住在乡下,那里的房子就是这副模样。 谢景霄抱着小宝,牵着我往里走。 这两天订单多了很多呢,大家抓紧点,但是也马虎不得,咱们靠手艺吃饭的,一定不能忘了本。 这几天,景区的人流量也开始多了,还有不少学服装设计的学生,专门来找我们学习呢。 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我们也算是没有丢。 绣房里,坐着十几个绣娘,她们已经不年轻,但是手上的针线却无比灵活,在这静谧天地,以针为笔,现做丹青,用妙手,绣成一方世界。 谢谢,她们说话的口音,跟外婆一样,是我熟悉的语调。 就在这个时候,门口传来喧闹的声音,是一帮年轻人走了进来。 这就是苏秀呀,这比在视频上看到的还要漂亮。 好神奇,一块布上面,两面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这秀宫,好细腻呀。 听着众人的夸赞,我的眼眶竟有些发烫。 那边有个展厅,我带你去看看。 谢景霄将手搭在我的肩膀,带着我继续往里走。 展厅里那些栩栩如生的作品,被放在展示柜里,再也不是被尘封在无人问津的角落。 这里,你的工作室也搬过来的,要去看看吗?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太真实。 外婆生前的遗憾就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欣赏苏秀。 怕这一门非遗记忆会在时光里被人慢慢遗忘。 而如今,谢景霄专门建了一个景区,给这些手艺人谋生的机会,也给了苏秀更多机会。 因为那场时装秀,我的作品得到关注,苏秀又一次被人提及,只不过除了夸赞作品与非遗之外,还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声音,将热度发酵到新的高度。 有人注意到,秀员是谢家投资打造的吗? 谁还记得四年前,谢家太子爷翻遍全城找人吗? 听说这一次用苏秀在大秀上活起来的那个设计师,就是太子爷要找的人。 不是说那个女人是被包养的,然后卷钱跑了吗? 听说是偷走了什么机密。 可是当初有人拍到太子爷在路边找人的时候,哭了呢? 我看了眼正在和小宝搭积木的谢景霄,给闺蜜发消息。 你发声明说,跟我就是一次合作的关系, 别让舆论影响到你。 闺蜜很快就回复,说的什么傻话,我们荣辱与共, 而且这件事,你要相信谢总会处理好的。 闺蜜的消息刚刚发过来,微博就弹出了谢氏集团的声明。 她坚守本心,不忘初心,我唯有真心相待,才配得上与她携手余生。 我们曾因为误会分离,目前我正在求和,我这人护短,请各位慎言。 谢景霄,富途是我四年前在院子里画画的照片,很明显是被谢景霄偷拍的。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现在的心情,原来她心里有我在四年前,那么安和呢? 谢景霄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偷偷见了秀源,宣传着苏秀,甚至还知道我的工作室。 她这几年,是不是一直都知道我的一切? 从秀源回来,谢景霄就带着我回了谢家老宅。 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天是谢家老太太的生辰宴,四年前我逃走的日子。 我坐在车里,死活不肯下车。 谢景霄,我来这里不合适。 尽管她发了声明,让我知晓她如今的心意,可毕竟当初我们是那样的关系。 何事?谢景霄没有等我再拒绝,直接将我从车里,一把抱下下车。 随即还亲自给我整理好裙子。 当她牵着我出现的时候,我裙摆下的双腿都在抖,那些八卦的目光,几乎要将我吞没。 我目光所及,正好和谢家老太对上。 我愣了愣,顿住步子。 就我这身份,还不知道会不会被泼红酒扇耳光呢? 你把我带来这里,你奶奶会不会被你气死? 我低声对着谢景霄说道,目光落在谢老太太身后站着的欠力身影,那不正是谢景霄的未婚妻安和吗? 完了,我心更凉了,我可千万不要被挠花脸,回家不好跟小宝解释啊。 谢景霄头一低,我们两张脸靠得太近,我赶紧往边上退了些。 可是下一秒,谢景霄就直接将我的腰搂住,死死地扣在身边。 谢景霄,我还不想死,说好的给我带受礼,怎么没有见到呀? 一道端庄温婉的声音传来,谢老太太目光落在我身上,似乎在搜寻什么。 我现在笑容的尴尬程度,一定比哭难看。 安和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我见她轻易地上前扶着谢老太太。 温柔贴心地说道,奶奶不要急,景霄答应您的事情,定然是不会忘的,这不是把向晚都带来了吗? 我听着安和的话,怎么有点不对劲,她不是应该怂恿谢老太太,把我扔出去吗? 所以说,你们订婚的消息,只是作戏。 是不是很意外? 安和冲我眨了眨眼,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 比起嫁给一个不爱我的人,我更愿意跟她做一笔交易。 原来当初,谢景霄发现我不见以后,翻遍了整个京城,也要将我找出来。 安和为了保全安家,用我的行踪和谢景霄做了一笔交易。 没有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虽然曾经很喜欢她,却不能不顾及家族生意。 说起往事,安和还隐隐有些后怕。 后来,我还是不甘心呀,想着等时间久了,就让她知道我的好,奈何她的心里只有你。 你生孩子那年,我差点以为她要出家了,这份爱,我是得不到了,你们俩以后就好好过吧。 说到这,安和顿了一下,在看向谢景霄的时候,眼里已经看不到当初的眷恋。 这些年,安和和谢景霄合作,在两家人面前,饰演一对相敬如宾的恋人,实则安和靠着谢家,将生意越做越大。 安和虽然是个女人,却也在谢景霄的帮助下,成为了家族企业的掌权人。 所以,我离开谢景霄的这四年时间,她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我自以为逃离她的那些日子,不过是活在她为我编织的楚门世界。 是我太天真了,低估了京圈太子爷的能力。 所以,你知道小宝的存在。 本来答应了奶奶,今天让她见曾孙的,但是怕吓到你,先让你缓缓。 我已经被吓得不轻了。 所以,晚晚,回到我身边吧,小宝需要爸爸。 我沉默着,不知道要如何回复。 在等待我回应的时间里,她的神情难得忐忑。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熟悉的铜声响起。 我实在是等不及,想要见见我的小曾孙。 孙媳妇,你不要怪我,擅自将孩子接来。 小宝抱着我的腿,仰望着我,看样子对于这一切已经习惯。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国? 那场秀,就是为你办的。 我在心里暗骂了一句王八蛋。 又继续问,所以我闺蜜也是你的眼线。 她应该是真的把你当朋友。 晚晚,我只是怕你太孤单。 都是借口。 难怪我跟闺蜜会在国外一见如故。 原来一切都是谢景潇安排的。 还有,你当初工作室的第一笔投资,也是我投的。 我只是想要帮你实现梦想。 以后你放心去忙你的事业,我会在家照顾好小宝。 难怪这么多年,我的创业之路,一直走得很顺畅。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你觉得是为什么? 晚晚,你不知道吗? 我看你就是报复我,逃跑了。 就让我体会一下,什么叫被人当好耍的滋味。 我内心充满了不安。 谢景潇一把扣住我的后脑,将我摁在他的胸前, 听着他胸膛里那强劲有力的心跳声,也跟着心跳加速。 晚晚,你好好感受一下,我的心,感受一下我对你的爱。 可是,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晚晚,你不是谁的龙中雀,你可以做自由的你。 我跟江界求婚了,此时,男人嘴里叼着根烟,看上我什么了? 我想了半天,憋出来句,长得帅。 哼,吃笑声让我满脸通红,大着胆子问了句,所以你答应吗? 江界没说话,直勾勾盯着我,像是已经看出了我的小算盘。 我硬着头皮回事,希望他能看见我的真诚。 良久,他笑了,吊儿郎当地回了句,白送上门的媳妇,为什么不答应? 于是我结婚了,在穿越过来的第二天,揣着小红本,我心里还有股深深的不真实感。 上辈子,其实我见过江界,那是我被许彻关起来的第七年。 我从别墅里逃出来,身无分文。 在街上,我遇到了江界。 彼时,他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衣着笔挺,身上带着生人物尽的利器。 我求他救我。 江界帮我安排了一处住所,提供了离开的机票。 只是后来,我还是被许彻发现了。 不愿再回忆那段过往,我抬头问江界,接下来去哪儿? 送你回家。 我一愣,我们不是结婚了。 所以呢? 所以,你没打算,带我回家。 江界住在一个未开盘的小区。 房子还没封顶。 里头来来往往的,全都是建筑工人。 以前在这儿搬过砖, 跟包工头有点交情,交付钱我就在这儿凑合,不花房租。 大概是看出我眼底的疑惑,江界主动解释。 房子就是原生态工业风。 里头除了张行军床空无遗物。 厕所连个抽水马桶都没有, 洗澡的地方就一个水龙头。 江界看着我,后悔了。 现在跑还来得及? 不后悔。 我把行李放在旁边。 晚上我们一起睡这儿,床是不是有点小。 江界眯了眯眼,回了聚,够了。 入夜,我躺在江界的行军床上。 男人随手铺了两张报纸,躺在地上。 房间没有窗帘, 透过玻璃能看见明亮的月光。 江界,你睡了吗? 我担心睡在地上会着凉,往行军床的一侧挪了挪,你要不要上来睡? 床小,但挤一挤,应该还可以。 过了几秒,江界才回了聚,我过去,你就甭想睡了。 我捏紧了手里的被子,我又不介意。 话音落下,江界就像得到许可的猛兽,翻身扑到了我身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偏过头去。 身上的重量一松,透过月光,我看到江界的脸上带了几分嘲讽。 做不到的事,就别口是心非。 我这人老实,容易当真。 说吧,又要躺到报纸上。 看出他的意图,我一把拽住男人的衣摆, 手指顺着缝隙触碰到他的身体。 江界浑身打了个机灵,看向我眼底带了几分晦涩。 我咬紧了唇,我真愿意。 怕他不同意,手还不怕死地在里面挠了两下。 江界眸子变身,现在,你没机会了。 和许彻特意在健身房锻炼出来的肌肉不同。 江界常年打工,身上呈自然的小麦色。 腹肌坚实,浑身充满力量。 最后,我实在糟不住,哭到抽搐他才停下来。 粗鲁吻掉了我的泪珠子,说了句,娇气。 语气带着不满。 原本浑身就疼得厉害,他不安慰就算了, 还平白无故说了我一通。 我也不高兴了,测过身去,不想看他。 男人也没搭理我,下了床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我抱着被子,越想越委屈。 上辈子,我被许彻当金丝雀养了十年。 直到死,才终于解脱。 还以为是上天垂帘,给我了重新再来的机会。 没想到江界却像变个人似的。 正哭着,突然一块热毛巾盖住我的脸。 江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手里拿了个盆子,还有个热毛巾。 哭了,我不承认,没有。 江界胡乱擦了擦我的脸,然后扭头把毛巾拧干。 你干嘛? 房子里没热水,洗不了澡,擦擦舒服点。 身上确实黏腻腻的。 顾不上生气,红着脸想抢过毛巾,我自己来,待着。 江界没理会我的动作,直接掀开被子,热腾腾的毛巾敷了上来。 片刻后,我听到江界的声音。 别气了,下回我清点还不成吗? 声音带着几分别扭。 脸上的温度慢慢升温,我嘴角往上勾了勾,用被子盖住了脸。 隔天我醒来的时候,江界已经穿戴整齐了。 低矮的小桌板上放了两个包子。 不知道男人什么时候去买的。 热水烧好了,洗漱完了我送你上班。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江界看我一眼,这边工人多,一个小丫头,自己不安全。 然后多说了句,晚上下班给我电话,接你。 我慢吞吞洗漱完,才注意到桌子上放着的那张银行卡,是我昨天和江界求婚时给他的。 卡,你别忘了。 江界瞥了一眼,自己拿着吧,我还不至于用个女人的钱。 骗人,她明明这么穷。 江界没药,我也没争辩。 心里盘算或许可以先用卡里的存款换个房子。 如果江界不愿意,至少换个床。 虽然没有上一辈子的金屋,但看着江界,我感觉莫名踏实。 这样的好心情一直维持到上班。 刚进办公室,刘颖就神秘兮兮地走过来。 小夕,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她压低声音,你被我表哥看上了。 我。 她神秘兮兮地把我拽到一边。 我表哥可不是一般人。 她本人长得超帅,性格还好。 剑桥毕业的,亲爹还是首富。 多少附加千金往身边凑她都没看上眼。 昨天突然找我说,想要让我牵个线和你相亲。 刘颖双目泛光,姐妹,你的好日子来了。 剑桥毕业,父亲是首富。 一个名字陡然出现我的脑海,脸刷得白了。 我控制自己的表情,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婉拒, 可能得和你表哥说声抱歉。 我没这个福气,我结婚了。 刘颖不信,我们同事一年了,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怎么就突然结婚了? 真的,领证了,婚礼还没办,到时候给你们发请柬。 我笑了笑,我马上还有两节课,先去教室了。 说完我快不离开。 直到走出门,我浑身才仿佛失去了力气。 许彻,上辈子她明明不是这时候出现的。 为什么会提前这么长时间? 还有,她怎么会知道我和刘颖在一所小学教书? 手脚冰凉。 我安慰自己,这一辈子我已经结婚了, 我已经有疆界了。 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许彻的提前出现到底影响了我的心情。 一整天我都心不在焉,又眼皮直跳, 感觉总有什么事要发生。 果然,下班我才出校门, 就看见了一辆黑色的车停在门口。 车标张扬。 看见我,车中的男人走出来, 手里还捧了树玫瑰。 陈小姐。 她喊住我,面带微笑地自我介绍, 贸然打扰, 我是许彻,刘颖的表哥。 外面占满了放学的学生, 和接娃的家长。 许彻的这束玫瑰扎眼又高调。 有人认出我来, 开始带头鼓掌。 启红让我答应她。 我脸色发白, 你想干什么? 别紧张, 我就是想认识认识你。 许彻嘴角轻勾, 之前偶然在等刘颖的时候看到你, 对你特别有好感, 今天不请自来。 别有压力, 你就当交个朋友。 纵然许彻装得很像, 我依旧感受到了她眼神里的疯狂。 无助之际, 突然看到了角落里的疆界。 她横跨在一辆破摩托车上, 嘴里叼着烟, 邪逆看着我。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就像溺水的人终于看到了浮沫, 我直接冲了过去。 江界身上熟悉的鸡油味让我找回了冷静。 我转身对许彻说, 我之前和刘颖解释过, 我结婚了。 许彻明显没想到我结婚了。 她脸上的笑容止住, 视线飘到江界身上, 眼神里的恨意一闪而过。 尽管她掩饰得很快, 但被我敏锐地捕捉到。 只是, 恨。 这明明是她第一次见到江界。 为什么会有恨? 许彻表情掩盖得很快, 很快调整好了情绪, 使我唐突了, 没事先了解陈小姐的个人情况。 花既然买了, 我也不带回去, 就索性祝你们新婚快乐。 然后往我面前递了递, 鲜花赠美人, 我想你先生不介意吧。 我还没开口, 江界突然笑了。 谁说我不介意? 她看向许彻, 我这人心眼小, 见不得我这么漂亮的媳妇, 收别人家的东西。 说完, 江界直接把一顶粉色的小头盔 扣在我头上, 戴上。 我看着崭新的头盔, 心情莫名好了起来, 忍不住问了句, 特意给我买的, 垃圾堆捡的。 我咧了咧嘴, 那下次能捡个蓝色的吗? 我喜欢蓝色。 江界杨梅, 做事要把头盔收走。 我忙不迭带紧, 屈指在脑壳上敲了两下, 好看吗? 江界眼底有几分笑意, 抬手把头盔前面的护目照拽下来, 然后说了句, 傻子。 再回头, 许彻已经走了。 经过今天这一出, 所有人都知道我老公是个修车厂工人。 课间, 我听到几个老师凑在一起讨论, 长得好看又怎么样, 不还是找了个那样的老公? 你们都没看见, 他那个摩托车破的, 生根拖拉机似的。 然后大家哄笑, 见我进来, 有人故意问, 小夕, 你们家那口子在哪修车呀? 我老公刚买的奔驰, 做保养, 以后就找他, 照顾照顾他生意。 好啊, 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刘颖看不下去了, 把我拽出办公室, 你是不是缺心眼, 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了, 你还不还嘴。 你说你长得又好看, 还有正经工作, 怎么就找了? 刘颖顿了顿, 然后开口, 我说话直, 你也别不爱听。 你这就是刚毕业, 被人骗了。 总以为爱情能抵得过面包, 等以后有你后悔的。 说真的, 你考虑一下我表哥, 他说不介意你二婚, 刘颖, 你包挺好看。 我打断刘颖的话, 视线落到他办公桌上的爱马仕, 新买的。 刘颖顿住, 脸一红。 嗯, 刘颖就是工薪阶层, 包是谁给他的, 又为什么给他, 一目了然。 我没戳破, 我跟我老公挺好的, 过什么日子是我俩的事, 以后别说他了, 我不爱听。 这天下班, 江戒居然没开摩托车。 你车呢? 卖了。 江戒没在解释, 嘴角勾了勾, 走吧。 江戒拽着我往前走, 方向却和灌场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江戒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走了大概几百米, 在我学校附近的一处小区亭下, 三层, 上去看看。 心里隐隐有了一个猜测, 但不敢相信。 我慢吞吞走到了三层, 中间户的房门大厂四开, 推门而入, 是一个小两居。 房子不大, 但装修得异常温馨, 窗帘是天空的颜色, 被风微微吹起一个边。 落日顺着窗户洒进来, 整个房间都金灿灿的。 他还记得我喜欢蓝色, 我没办法形容那种感觉。 活了两辈子, 我住过奢华的别墅, 也住过破旧的毛坯。 但唯独这一刻, 我的心好像被快乐被账满了。 你卖了摩托, 租了这个房子。 学校一带属于学区房, 房子虽然老旧, 但是价格却不低。 江界的钱, 恐怕不够支付压一副三的租金。 江界没提摩托的事, 直到这边离你学校近, 上下班方便。 况且那边没热水, 你焦滴滴地受不了。 话音未落, 我扭头抱住了江界的腰。 江界被我突然投怀送抱撞猛了。 愣了片刻, 随即双手从后头还住了我的背。 行了, 现在没到你哭的时候。 晚上再哭给我听。 嗯, 不正经。 直到晚上, 江界成功把我弄哭了, 男人搂过我, 满脸燕足亲了亲我的嘴角。 我老婆说得对, 双人床确实比单人床殆尽, 还是搬晚了。 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忍了又忍, 没把这人踹下去。 隔天周末, 我和江界约好了去毛, 批房拿之前的东西。 等到下午, 江界都没回家。 我今天可能没时间, 场子遇到点事。 中途江界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也没多想, 那我自己去吧。 其实东西不多, 就一个手提箱。 江界那边乱糟糟的, 我也没听到他回什么, 就挂断了电话。 以前江界不允许我自己单独去那边, 主要是因为工人太多, 江界总觉得不安全。 但现在青天白日, 拿个东西也没什么所谓。 没想到刚进房间, 三四个工人就尾随我走了进来。 姑娘自己住这儿, 我心一领, 你们是谁? 出去。 我们就在这工作, 怎么出去? 其中带头的笑出声, 老早就看你跟个汉子在这儿, 俩人玩得够野的, 陪哥哥野娃娃。 屋里过于空旷, 我连可以保护自己的工具都找不到。 咬了咬牙, 我转身就往外面跑。 男人反应也快, 一把抓住我的头发, 把我甩到地上。 小丫头身材不错, 缠了你好久, 就等今天了。 说着压了下来, 我拼命挣扎, 疯狂大喊, 就在对方的手快要碰到我衣服的时候, 门突然被踹开, 随即压在我身上的人被打在地上。 另两个工人见状都要帮忙。 我是这儿的开发商, 你们确定要跟我动手。 三个人面面相去, 像是评估这句话的真伪。 片刻后, 他们骂了句脏话跑了。 许彻脱下西装外套, 盖在我身上, 和站在旁边的助理说, 把人找出来, 该怎么做, 你看着办。 助理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许彻这才低头, 还记得我吗? 捏着衣服的手泛轻, 不记得了。 把衣服还给他, 我拎起自己的行李箱, 谢谢你今天的帮助。 我从他身边离开, 许彻突然拽住我的手腕, 你好像很怕我。 我们不熟, 我为什么怕你? 也对, 许彻松开我, 你呢,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片楼盘还没完工, 不关你的事。 确实, 但这地是我开发的。 许彻盯着我, 非法居住, 你说我以这个名义 起诉疆界怎么样? 你到底想干嘛? 我要你。 许彻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陈小夕, 从开始就告诉过你, 我要你。 我也说过, 我结婚了, 那不关我的事。 我抿紧了唇, 她弯腰和我的目光平视。 那个男人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你这颗珍珠, 不应该在她手里蒙了灰。 是让你男人吃牢饭, 还是跟我过人上人的日子, 你自己选。 我捏紧行李箱, 扭头出门。 这次, 许彻没阻止我, 直到出了小区, 我才发现自己浑身是止不住的站立。 三个工人尾随我进门, 许彻又刚好英雄救美。 我根本不相信这一切是巧合。 众活一世, 许彻还是如此, 只要她想得到的, 她不惜一切手段都要得到。 我又给江界打了几个电话, 那边始终无人接听。 一直等到天色渐晚, 我才觉得不对劲。 结婚以来, 江界从来没有这么晚回家过。 我直接跑到她工作的场子, 一片狼藉。 拦住打扫卫生的大叔, 您知道江界在哪儿吗? 小江, 他去医院了。 我猛了, 好端端的怎么去医院? 大叔摇了摇头, 作妞, 遇到不讲道理的土匪了。 等我问清地址, 赶到医院的时候, 江界已被人从诊室推出来。 男人脸上带了两条血痕, 右臂用石膏板固定。 满是泥泞的衣服, 可见斑斑红点。 我眼泪瞬间就憋不住了。 江界, 你怎么来了? 走过来, 伸出另一只手, 擦了擦我的脸。 行了, 老子这不没死, 哭什么?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种话? 我有几分恼怒, 正要开口, 突然就听到一道声音。 卧槽, 借哥, 嫂子也太好看了吧, 怎么跟仙女儿似的。 然后还难难, 怪不得你晚上不跟我们玩了, 我要有这么好看的媳妇, 我也不出来。 这时我才注意到, 江界后头还站了个男生, 年纪不大, 直勾勾盯着我。 眼神清澈, 让人讨厌不起来。 直白地夸赞, 让我有点难为情, 江界却好心情地弯了弯嘴角, 滚我媳妇原点。 问过医生, 除了右手轻微骨折, 其余的地方都是皮外伤之后, 我才放下心来。 怎么伤成这样? 江界还没开口, 男孩抢先骂道, 今天遇到了个不讲理的孙子, 车没个屁问题, 非得说借哥给他车修坏了, 让我们赔钱。 我们当然不同意, 结果他直接找了一帮人过来砸店。 没报警吗? 有什么用? 那人一看来透就不小, 车牌五个八, 没全没事的哪能用得起那个牌子? 五个八? 我突然想起什么? 是什么车? 黑色汗马。 小孩还在那边唉声叹气, 惹上这么个祖宗, 以后可怎么办? 借哥, 你说老板会不会追究这件事啊? 后面说了啥我完全没听进去, 只感觉眼前一片漆黑, 又是许彻。 突然, 一只手突然揪住我的脸颊。 我疼得轻呼一声, 正对上江界细血的眼眸。 我看着他那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有点奇怪, 你就不担心。 担心什么? 就, 后面的事啊, 江界耻笑, 大不了不干了呗, 还能怎么着我。 然后嘴角一扬, 再说了, 我不是还有我老婆养着。 每个月三千, 工资上交。 嗯, 提到当时我求婚的事, 我脸又红了, 轻轻嗡了声, 我的钱都给你。 江界屈指弹了下我的脑门, 又说了句, 傻子。 江界被开除了。 我听到修车厂老板给他打电话, 这件事是我对不住你, 但对方来头太大, 我也没办法, 江界抽着烟, 看不出表情。 电话挂断, 江界喊了我声, 媳妇。 我以为他要和我说自己被辞退的事了, 正想着要怎么安慰, 就听到他说, 我身上好像馊了, 帮我洗澡。 我, 抬头, 江界哪有半点失忆的样子, 还帮他洗澡。 我脸红得厉害, 你怎么一天到晚静想这种事? 哪种事? 江界挑眉, 我右手有石膏, 不能沾水, 想请你帮忙, 放个洗澡水而已。 然后凑到我耳边, 怎么, 你有其余的想法? 说出来, 维夫就是不要这条胳膊了, 也拼死满足你。 我恼羞成怒, 也忘了他失业的事, 气急败坏, 往洗手间走。 还能听到他在后面愉悦的笑声。 然而洗澡的时候, 江界还是发现了我, 白天发生的事。 他的手轻轻捏住我的脖梗, 皱眉, 怎么弄的? 我这才注意到, 自己的脖梗处有一处血痕, 还有几道明显的掐伤, 大概是白天挣扎的时候弄出来的。 我慌忙用头发遮住, 不小心弄的。 江界冷笑, 不小心自己掐了自己的脖子, 顺便挠了自己一下。 无法, 我只得说了实话。 白天, 我去毛坯房拿东西, 被人尾随了。 看见江界瞬间阴沉的脸, 我赶紧解释, 但是没出什么意外, 有人救了我。 江界没开口, 我们就这么僵持在了原地。 狭小的卫生间, 阴晕的水雾退去, 风吹在身上有丝丝寒意。 我打了个冷战, 江界才反应过来, 用浴巾把我包好。 我拽了拽他的手, 你生气了, 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去的。 眼底是掩盖不住的心疼和后悔, 但错的明明是我。 我再也忍不住, 把所有知道的事一口气全说了出来, 都是许彻搞的, 就是之前在我学校给我送玫瑰花的人。 汉玛是他的, 他是故意砸店找你麻烦的, 工人也是他找的, 就蹲在那里等着救我。 他还知道我们住在那边, 说要起诉你,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坏, 要盯着我不放。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 我说不下去, 开始狂哭不止。 想要把这两辈子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 我不懂, 我从没招惹过许彻。 为什么许彻就是不肯放过我? 见我哭得厉害, 江戒用浴巾擦了擦我的脸, 怎么动不动就掉金豆子? 你不怪我吗? 怪你什么? 怪你长得好看, 魅力太大, 走在路上被贼人惦记。 这人怎么, 刚才的情绪被江戒这两句话弄没了? 我吸了吸鼻子, 江戒, 你后悔了吗? 后悔什么? 跟我结婚, 江戒不打反问, 那你后悔吗? 跟了, 可一无所有, 现在还丢了工作的修车工结婚。 我使劲摇头, 我媳妇都不后悔, 我后悔个屁。 江戒没稍微扬, 我媳妇, 首富儿子都没瞧上, 看上老子我了, 搭钱搭人要跟我在一起, 我有什么委屈的? 这句话说的, 我又想哭了, 实际上, 我确实又哭了, 我窝在江戒怀里, 我爱你。 江戒没想到我会表白, 浑身一僵, 使劲把我按在胸前, 声音沙哑地嗡了声, 说道, 你男人在呢? 那天之后, 江戒就变得很忙, 明明没了工作, 却每天仍然早出晚归, 也不知道做什么, 不过大概也是被许车的事儿吓到了, 虽然搬到了学校隔壁, 他仍坚持每天接我上下班, 自己在学校, 就跟其他老师待着别乱跑, 知道吗? 我有点想笑, 我也不是幼儿园小朋友, 哪有那么脆弱? 江戒弯纯, 你就是小朋友, 不过, 最近江戒的应酬明显多了起来, 有时候来不及, 他就让他之前在医院遇到的同事帮忙, 我觉得不好意思, 跟男孩说, 就这么点路, 我可以自己走, 下次别麻烦了, 那可不行, 男孩咧着嘴, 借歌交代的任务, 誓死完成, 再说, 你这样的仙女, 可不是得护着点, 劝男孩行不通, 我扭头找江戒, 你在这样, 当心大家传闲话说你是妻奴, 结果江戒不以为耻, 眼睛一翻, 我就爱疼媳妇, 他们管得这么, 整得我哭笑不得, 这天上班, 刘颖却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墙角, 打开手机, 这是不是你老公, 我看过去, 上面是江戒和一个女人喝酒的画面, 女人长相艳丽, 除了江戒, 身边还有四五个男的围着那女人, 房间又暗, 看不清江戒的表情, 但确实是她, 我姐们去酒吧拍到的, 我就觉得这男的像她, 刘颖看着我, 我听说她被修车场辞退了, 现在就是个小混混, 你看, 居然还沦落到出卖色相, 跟个女的陪酒, 这就是你说的真爱, 你自己长个心眼, 可别染上什么病, 说够了吗? 我脸沉下来, 刘颖, 你一而再, 再而三说我老公坏话, 跟踪拍照片, 挑唆我们离婚, 到底存了什么心仪, 自己心里清楚, 许彻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我不说, 不代表不明白, 以后除了工作上的事, 请你不要再单独找我了, 说完我走进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 刘颖才走进来, 眼眶红红的, 我隐约听到几个同事安慰她, 大概说我不识好歹, 晚上, 江戒到家已经很晚了, 才回来, 我嗅了嗅, 喝了多少, 江戒故意蹭了蹭我的脸, 嫌我, 嗯, 我笑着躲开, 江戒把我搂进怀里, 长舒了口气,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我回报江戒, 摇了摇头, 隔天早晨, 我在江戒的衬衫上, 闻到了一股香水味, 嗅口处, 有一道浅浅的口红印, 我想到刘颖给我看的照片, 心里酸酸的, 如果可以, 我宁愿江戒只是一个修车工,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但我没想到有天, 我真的撞见江戒和个女人在一起, 那天我和几个老师出来买东西, 经过一家昂贵的西餐厅, 突然有老师拽了拽我的包, 不确定地问了句, 小西, 那个人长得和你老公是不是有点像, 我看过去, 男人就坐在靠窗的位置, 对面是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 我心一沉, 不是长得像, 根本就是, 我脸色有点难看, 同事大概看出了我的异常, 干笑两声, 应该是公式, 我看他们之间的交流挺正常的, 我嗡了声, 不想再看, 走吧, 我刚转身, 同事突然尖叫一声拽住我, 小西, 你你你老公, 我心一紧, 就听她说, 把那女的给揍了, 我, 飞速回头, 就看见原本好端端的桌子, 直接被江界踹翻了, 她居高临下地, 看着脸色苍白的女人, 嘴角带着嘲讽, 我慌忙跑上去, 正听到江界说, 就你这姿色, 还惦记老子, 算什么东西, 然后微风凛凛地往外走, 直接和我来了个四目相对, 刚才还骄傲地跟小狮子似的男人, 没想到我出现, 瞬间就伪了, 媳妇, 然后皱眉, 开口, 解释, 我不打女人的, 这就是不小心的, 腿长, 碰到了桌子就翻了, 我扑痴, 笑了出来, 我又没怪你, 江界松了口气, 嘴角挑了挑, 牵过我的手, 那就回家, 到家我才知道, 江界这些天周旋的人, 居然是许彻的姐姐, 销售的工作就是个幌子, 其实就为了接触她姐, 江界冷笑, 许佳佳这个人, 玩得很开, 尤其喜欢小鲜肉, 私下干了不少荒唐事, 这段时间, 我搭上了他, 攀到了那边的暗线, 拿到了不少信息, 全卖给了他们家对头公司, 估计明天能健保,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也够许佳乱上一阵子了, 许佳忙着擦屁股, 许彻应该没工夫找你麻烦, 你做这些, 就为了让许彻顾不上我, 过几天, 我可能去趟绅士, 不挡许彻一道, 我不放心, 一听江界要离开, 我立刻就有点舍不得了, 为什么突然出门, 要去多久, 各把星期吧, 如果这趟顺利的话, 以后可能得经常在路上, 所以, 其实江界真正一直忙的, 是运输公司, 修车的时候认识点门路, 包了几辆货车先跑跑单, 初期啥都不懂, 需要亲力亲为, 他使劲揉了揉我的头, 等我回来, 江界走那天, 我还是把银行卡在他兜里了, 里面是我这么多年 传的七万块钱, 也是我全部家当, 我留了张字条, 在外面总归要带钱的, 密码是我们的生日, 平安回来, 江界出差之后, 许家家的事果然上了头条, 被人故意操纵, 还一度牵扯出了其余的事, 豪门大瓜, 引发了群众热烈讨论, 许彻分身乏力, 也确实没再出现过, 我的日子也轻松起来, 期末, 开始优秀教师评选, 每个学校只有一个名额, 根据前期调研, 原本学校是打算把我报上去的, 结果公布当天, 名单却变成了刘颖, 校领导也很为难, 找我谈话, 说是上透点的人, 背后原因是什么, 大家心里都明白,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 我瞧见了刘颖, 自从照片事件后, 我们的接触就很少了, 刘颖在我身边轻哼了声, 什么都没说, 直接走了过去, 原本这件事在我心里, 没造成任何涟漪, 结果晚上, 跟江戒视频的时候, 那点委屈还是忍不住了, 我撇着嘴, 控制自己不哭出来, 江戒果然看出我不对劲, 怎么了, 我不想让他担心, 就是看了个电影, 心里堵得慌, 江戒失笑, 傻子, 电话挂断后, 我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脸, 嘲笑自己越活越回去了, 上一辈子我爸蒙冤入狱, 我妈被逼得了重病, 我都硬撑着没落过一滴泪, 结果就因为这么点破事, 我居然还在江戒面前哭了, 凌晨, 我迷迷糊糊刚睡着, 突然听到了门锁的声音, 心里一紧, 我担心是许彻找麻烦, 拿起防身的球棒站在门后面, 等待着, 下秒, 门打开, 我球棒挥舞出去, 对方好像早有准备, 反手一接, 然后我就听到一道熟悉的条件, 怎么, 外头养了野男人, 准备谋杀亲夫了, 我惊喜, 老公, 你怎么回来了, 媳妇心情不好, 当老公的总得在家陪着, 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 我又不缺心眼, 你那个演技还能糊弄得了我, 好不容易憋回去的金豆豆又掉下来了, 江戒叹气, 小哭包, 江戒就回来了一个晚上, 隔天一早就坐高铁走了, 我舍不得, 他亲了亲我的额头, 公司前段时间在身已经注册好了, 等放暑假, 你过去找我, 我使劲点头, 开始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又过了半个月, 学校放假了, 我迫不及待买了张去绅士的票, 直到江戒开车带我去了他的公司, 我才发现跟我理解的不一样, 原本我以为, 江戒弄的只是在做普通的运输, 包几辆卡车运运货, 等真的看见, 才发现居然是一个集电商, 运输, 快递业务于一体的物流公司, 规模还不大, 但是已经包揽了很多业务,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 你怎么想到做这个了? 我记得上一辈子, 江戒没有来绅士,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修车工, 期间被家外企老板赏识, 跳槽到了一家跨国汽车集团, 后来跳出来, 自己带了研发团队, 专门做芯片开发, 赚了第一桶金, 慢慢汽车芯片的生意越做越大, 而现在, 江戒的命运轨道因为我改变了, 他提前离开了修车厂, 还没机会认识那个老板, 甚至还来了绅士, 搞起了物流, 绅士这边最近几年, 电商行业发展速度很快, 物流是个缺口, 正巧关于车的事我都懂一些, 就把前段时间跟车赚的钱砸进去, 想试试, 其实江戒没说的是, 之前我们虽然生活在宾市, 但是目前的龙头企业仍旧是以许家为首的集团, 在那里, 江戒想创业会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他为了我不得不往外走, 我一方面心疼, 却又忍不住钦佩他的远见, 因为我相信, 江戒创办的物流公司一定会成为链条, 变成身是电商领域不可或缺的存在, 江戒提前租好了公寓, 是个小两居, 和我们在宾市的房子差不多大小, 但价格却贵了三倍, 这边物价高, 我的钱都扔公司了, 江戒说的时候带了几分罕见的修难, 你卡里的钱, 我动了, 原本就是你的, 江戒亲了亲我的嘴角, 等以后, 我的工资都给你, 公司已经注册了, 自然不能长期两头跑, 我对宾市本就没有多少好感, 和江戒商量着, 不如我索性辞职, 也到身世发展, 一直待到开学, 我回学校办理离职手续, 彼时江戒的物流公司已经出具规模, 江戒作为创业先锋, 还受邀, 接受了几次采访, 当初说老公买奔驰, 找江戒保养的同事又看见我, 主动过来打招呼, 前几天我们看电视, 看见你老公了, 我早就说江戒是个潜力股, 你看果然美女所见略同, 现在出息了, 有同事在旁边附和, 还得说小夕眼光独到, 要是有什么杰出青年, 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我扫了一圈围在我身边的人, 和那年背后议论江戒的, 是同一群, 我不愿和他们再有太多交集, 只是笑着附和了几句, 陈小夕, 快出校门, 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 是刘颖, 她穿着黑色制服裙, 快不走过来, 语气有点生硬, 开口便道, 之前我贪图一些小便宜, 撮合你和我表哥, 我欠你一句道歉, 我抿了抿唇, 用不着跟我道歉, 等等, 刘颖拽住我的手, 小夕, 对不起, 我也是被迫的, 听完这句话, 我便没了意识,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床上了, 床垫柔软, 房间空旷, 落地窗外开满了玫瑰, 这是我住了十年的别墅, 我的大脑有片刻错乱, 我有些分不清这两世的事, 难道我没死, 我还在别墅, 一切只是一个梦, 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房间门被推开, 许彻走了进来, 醒了, 我下意识想起身, 却发现浑身贪软, 根本用不上力, 别挣扎了, 你动不了的, 我想到昏迷前的刘颖, 是你, 许彻, 你知不知道, 限制他人自由是违法的, 结果我说完, 许彻就像听到什么笑话, 陡然笑了出来, 限制自由, 陈小夕, 你原本就是我的, 他走近我, 眼底带着偏执的疯狂, 你不知道, 我们其实一直是一对, 就住在这里, 这一刻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尽管我小心翼翼地躲避, 却仍旧摆脱不了许彻, 原来他也重生了, 我彻底冷静了下来, 原本就是一对, 许彻,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度日如年, 生不如死, 要不是你以父母胁迫我, 我怎么可能跟你住在这里, 听到我的话, 满脸震惊, 你, 没错, 我也有之前的记忆, 我看向许彻, 所以这一辈子, 我不会再给你任何伤害我的机会, 我怎么会舍得伤害你, 不对, 小夕, 你是爱我的, 我们在一起了十年啊, 是我错了, 我不该留你一个人在别墅, 不然你也不会, 后面的话他没说, 但我知道, 他想说不然我也不会死, 听到这儿我想笑, 许彻, 你还不明白吗, 为什么我爸妈去世之后, 我还要留在你身边, 是因为我要搜集证据, 为我爸妈报仇啊, 我要亲眼看到你进监狱, 不然我怎么能甘心, 你不是想知道, 为什么你的公司机密会被泄露, 为什么之前你干的那些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龌龊是会, 被警方知道, 那都是因为我, 我的目的就是让你血债血偿, 够了, 不够, 我索性一次性说个痛快, 你进监狱之后, 火是我放的, 我就是想让你失去一切, 包括被他触碰过的, 已经肮脏不堪的我, 为什么, 我那么爱你, 为什么, 上辈子, 我拒绝许彻的追求, 他骗我爸借了高利贷, 然后逼迫我和他在一起, 我爸不想让我受委屈, 主动投案自首, 我妈怒急工心身体亏损, 许彻断了他的医疗资源, 让我搬进别墅, 我看着许彻冷笑, 哎, 你也配谈这个字, 说完, 我从床上站起来, 动了动静谷, 许彻猛了, 你怎么, 怎么能动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上辈子你下药, 让我失身于你, 一样的错误我, 怎么可能会犯两次, 说着, 我朝外面比了一个手势, 隐藏的警察, 破门而入, 许彻整个人癫狂, 他还在跟我说着, 小夕, 我们忘掉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不在乎你做的事, 我都原谅你, 我看到江界缓缓出现在门口, 我快步跑过去, 经过许彻身边, 我轻声说, 但是我不原谅你, 许彻被带走了, 我浑身像脱离一样, 瘫软在江界怀里, 老公, 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 江界摇了摇头, 都过去了, 是啊, 都过去了, 所有的是是非非, 都和我无关, 从此, 我就只是江界的妻子, 有时间陪我去看看, 我父母吧, 江界弯了弯嘴角, 回道, 好, 从我重生第一天开始, 我就找了个借口, 让我爸妈离开了槟城, 回了乡下老家, 提前退休, 日子过得倒也还算惬意, 和江界结婚的事, 他们并不知情, 我也没敢告诉, 过年, 江界提了满满的年货, 去我家拜年, 顺便提亲, 同年三月, 我们终于举办了婚礼, 活了两辈子, 我却是头一次穿上了婚纱, 江界父母双亡, 自幼无亲, 双方家长, 也指来了我这一遍, 男人鞠躬敬茶, 当喊出爸, 妈的时候, 我分明看到了他眼角的泪水, 不知怎么, 我就突然想到了上辈子, 我死的时候, 江界已经年近四十, 却截然一人, 也不曾听过他的任何花边新闻, 清心寡欲的, 好像不是凡人, 如果你没有跟我结婚, 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那晚, 我忍不住问江界, 不知道, 江界沉思片刻, 不找了吧, 习惯一个人了,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求婚? 文言, 江界四在回忆, 想到什么, 弯了弯唇脚, 他说, 当时就觉得多一个人也挺好, 况且还是这么漂亮的媳妇, 我瞪圆了双眼, 所以, 你这是见色起义, 应该不是, 毕竟你还拿了银行卡, 江界忍笑, 我见钱, 也起义了, 见我撅嘴, 江界吻了吻我的额头, 谢谢你老婆, 给了我一个家, 不, 应该是我谢谢江界, 重活两辈子, 让我真正遇到了爱情, 谢谢你老婆, 再见, 我上班写的计划一下, 我上班写四说, 我上班写四说, 放弱了麻将写四说, 8月零件不是, 我上班写四说, 那么是有任何人可以做的, 这两个人还没有在买来自身并且可购。 你需要担心四说, 我上班写四说, 我上班写四说, 有任何人都希望有任何人很能干, 如何擅装离四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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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